現在請交通部陸政司陳司長報告 市長報告 省委員智慧 校委員美琴 業委員怡經等7案提案修正第35條部分 那有關委員有提案修訂要提高酒駕跟聚測罰環的上下線額度 延長吊扣駕駛執照年限 酒駕累犯與拒絕酒測肇事自能重傷死亡者沒入車輛及汽車同車乘客連坐處罰規定 那委員提案應有助於嚇阻酒駕的行為 那大院也有相關版本代交朝野協商的本部尊重委員會的綜合審議的結果 接著 江委員乃欣有提案建議 汽車駕駛有酒駕獨駕情形 不問該車輛是否為駕駛所有 吊扣該汽車牌照三個月的部分 那因為這個規定跟本條第六項 是汽車所有人明知汽車駕駛有第一項各款情形 而不予禁止駕駛者 以第一項規定之罰環處罰 並吊扣該汽車牌照三個月之規定禁合 那對於是不是有跟行政法法第七條的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的規定 有相關禁合 那我們建議這個可能再審慎的一個研議 那江委員乃欣也提案建議 增定提供酒類飲品之店家連座處罰之部分 那事務執行上可能也有舉證困難 我們建議再審慎研議 那後續對於這一個販賣酒類的店家的話 可以依依煙酒管理法的35條的規定 持續起犯酒業者宣導只要喝酒就不開車 並明顯標示相關的圖示 那王委員定宇 申委員智慧有建議35條第一項酒駕情形 車輛急需加裝酒精所部分 那這個同這一個原來的18條之二的一個說明 那在葉委員宜親有提到就是說 將原油酒精的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一律採刑事法律的規定處罰的部分 那剛剛葉委員已經有就提案說明 那我想法務部也有就這個刑法的185條之三 有進行相關的修法版本 那這個部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跟刑法185條之三如何做一個整合 我想交通部跟法務部會再進行相關的一個整合 那葉委員已經另外提案的67條跟85條之二 這是配合35條的調整 那35條有修正的話 這個部分也會配合的做相關的一個修正 那在徐委員永明提案修正73條 提高慢車駕駛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及拒絕酒車的罰還 那委員的提案是提升自行車的交通安全 那應該有助於慢車駕駛新生警惕 那本部禁票正統 不過就罰還的額度部分的話 我們尊重委員會綜合審議的結果 那陳厚破委員提案修正第85條之二 增定如租車之駕駛人 由酒駕勤士 自車輛被一致保管 租賃車輛業者 得減負相關證明領回車輛部分 因為現行道路相關處罰條例 第85條之二 以規定初次違反規定 且未發生交通事故者 得減負分期缴納罰還的收據領回車輛 以可減輕汽車租賃業者所受的影響 那本部尊重委員會的綜合審查結果 那重上說明本部敢配相關委員的提案 僅提供本部相關的處理意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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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